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骆远航 死于世间 白白世间 全都是他操作的 川普 你看着我的眼睛 你刚才所说的一切 确定就是他吗 我们得立刻和董事长好好谈一谈这件事 但是吧 他们俩是亲兄弟 陆哥能真的不知道是他干的 会不会是他们联手设计的一个骗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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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吧 我好 您腿怎么了 没事吧 残废了 成了废人 是吗 夏宝宝 您辛苦那么多年 该歇歇了 我哥他会养你的 他是健美首富 我说老爷子 让你在屋里待着 你怎么出来了 正下中了风 那可不得了 对不起 我再给他回到屋里休息 你们聊 我这两天一直在徘徊 我不知道该相信谁 他们都说是对方害死了我爸 可是谁也拿不出证据 现在好了 他们是亲兄弟 看来董事长这次真有危险 今天我把工程马上就要上马 公司的人力财力物力都压上去了 如果真是陆洋航在幕后操作 那后果就是不堪设想的 你怎么对我的问题答非所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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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陆跟蒙还抱什么幻想吗 你对陆跟蒙还抱什么幻想吗 他身体还没有恢复 在后院晒太阳呢 走 我带你去见见他 你们先坐 好 试陪一下 好好好 还去了 是是是是 陈总 你还记得 你还记得 他们说到 天呐 所以你还记得 你还记得 我带你去 你还记得 你还记得 看你去 你还记得 你还记得 好 叶昂 你看 有十年没见了吧 还是那么精神 你也是那么漂亮 还是个漂亮的画家 我听说你的画廊 现在值两亿了是吧 哪有那么夸张啊 加上收藏的画 可能也就不到一个亿 现在谁说文化市场呢 相当的活跃 只是 不至于这么泡沫啊 叶昂 其实你嫂子 最拿手的是古董见面 在咱们见美地区 她是投一把交椅 光靠这个就够得吃一杯了 大哥 你这辈子永远是对的 我想我 永远在不恰当的时候 喜欢上那么一个人 叶昂 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应该开始新的生活 就对吧 抱歉 我想去一下卫生间 我带你去吧 不用 我找不到 好 好好好 先跑 灵乔 你现在必须选择 帮我还是帮他们 只能选一个 当然是你 谢谢你 灵乔 我说 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小小的一个健备 谁竟然这么深 不过 你还是要答应我 在不影响你 替你父亲报仇的前提下 我还是尽力 要阻止陆远航 加害董事长 你能同意吗 我能不同意吗 我现在别无选择 能相信的人只有你 现在任何的情况 真是越来越复杂 是敌是勇 根本就分不清 所以我们做每一件事情 都要千万地小心 小牟 你一定要答应我 守在这 不要再回老寨去了 看看骆远航下一步怎么办 我们再来想办法应付 好吗 我爸没有看错你 对 你们一定是在家里面 想干什么 我警告你 我的事情绝对不可以跟陆庚荣说 我没时间跟你解释 过了几乱就会明白 你好好听着 不要刷小聪明 会付出代价的 欢迎 欢迎 各位 各位啊 先听我说几句 十年前我这个做大哥的 没有任何成就 公司精英惨淡 生活无以为己 没有办法尽到一个哥哥 照顾弟弟的责任 所以沿航远走美国 一去就是十年 十年了 沿航终于回来了 还能任我这个哥哥 我很兴奋 你好 这杯酒我向你表示歉意 我先干杯酒 小龙 怎么了 没事 我有点不舒服 我先走了 你们慢用 好 大家注意 好 我就不送了 好 再见 好 再见 好 再见 别会儿 我来 锭乔 你能帮我个忙吗 你说 你先出去找个地方待着 不要让人发现你 我一会儿给你打电话 到底怎么回事 我现在说不清楚 你先别问了好不好 行 那我就在轮口等 爸 您再歇会儿 我一会儿让吴妹送你回去 今天不走吧 远航十年没回来 大家热闹热闹 我这个做长辈的 要是走了成何体统啊 再说了 嗨 像当年哪 我还有些对不住他呢 爸 远航不会怪您的 我担心远航心眼小 会对你有什么想法 我在这儿啊 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他是我的弟弟 您说他能对我怎么样 不会的 刚才远航在吃饭的时候说的话 他那意思好像是他认为 他是陆河的亲生儿子 我看这次 你们把话挑明了吧 爸 这件事情不能说 不挑明会有后遗症的 这次啊 你们兄弟俩 把什么都摊开来说明了 心里就没有疙瘩了 爸 这次远航的回来任我这个哥哥 我心里已经满足了 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的 您让我来处理吧 行 就这么听吧 我倒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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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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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这是干什么 我请你 最好声音小一点 脑开对大家都不好 你胆子也太大了 你胆子在上面 下部就在隔壁 有什么话要现在说 那就要你配合了 毕竟这件事 是我们两个私密谈话 为什么 因为我哥 你要真认为更龙海是你哥的话 你就对你嫂子我放尊重心 不是我不尊重你 是你不尊重我哥 我哥拥有一万财产 他是出于对你的信任 爱情 他刚刚跟你领了结婚证 对吧 是 那怎么样 那你认为自己 够格吗 你这叫什么话呀 夏淫死了十年了 我从十几岁就认识你哥 而且我暗恋他这么多年了 我看他只有我最合格 那我问你 陈建国死的时候 为什么他会在码头用蜂蜜写下了下银两个字 他用蜂蜜写下银两个字 我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 因为陆更东没告诉你 可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可能是怕我听到这两个字会受刺激 而且怕我多想吧 你真懂得替他打圆场 我不是替你哥打圆场 我认为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可是我认为他不告诉你的原因 是因为他怀疑陈建国的死跟你有关 我不知道你在胡说些什么 你出去吧 你要再不走的话 我喊人了 如果你看了这个之后 你就不敢喊了 你也不要再觉到这位人 你来这位人 你 이런事情 你不要撒级 你不信你看了 你还是带来 就像我这位人 你怎么样 这位人 你不信 我烫约 你会罢了 你不信 你不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能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撒谎 你跟陆庚能说是陈建国杀了你 可现在的录像已经证明 你遇害当天早上 陈建国他根本就不在码头 你来解释一下吧 我再问一次 你遇害当天早上 陈建国是不是根本不在朱一方 你为什么要说谎 为什么要说是陈建国杀了你 那我先问你 你这次回国的目的 到底是为什么 希望你离婚 为什么让我离婚 我要让你离婚 远离路耕楼 还有 不要带走他一分钱的财产 如果你答应我的话 你以前所做的事情 我可以守口如瓶 我真的没猜错 自从夏淫死了之后 你就跟陆庚能成了 不共戴天的仇敌 你这回回来 就是想报复他 你要我离婚 就是想占有他全部财产 对吗 我想干什么不用你管 你只要想好 我的条件你答应吗 不 我会答应你的 那好 我们现在去找罗庚能 把这个陆庄 给他好好看看 看看你怎么演戏 看看如果他知道 你是杀陈建国的合谋 你们两个以后 还怎么过下去 走 你放开我 好 你不去 我请他过来 远航 远航 我告诉你事情的经过还不行吗 好 我要听实话 你 你能不能不在路上 可以 那天陈建国 确实不在那儿 想杀我的人 是别人 别人是谁 我也不知道 你录像上都看到了 是两个小伙子 戴着墨镜 戴着白手套 他们真的是要来杀我的 可为什么他们没要你的命呢 他们后来说 只要我肯配合跟他们做个局 他们就会放掉我 那你必须一口咬链 是陈建国派他们来杀我的 做个局 假货陈建国 制造他为罪自杀的假象 对吧 应该是吧 我其他事情都不知道了 那他们为什么要加害陈建国 他们怎么会跟我说呢 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你不相信也没办法 我说的就是事实 你可以为陆更农付出一切 为什么这件事情 你要隐瞒呢 因为我不愿意 在陆更能眼前再提到一个人 我可不愿意相信 这个人还活着 谁 有一天 陈建国拿着一个复制的 兽型桃孙找我来鉴定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个兽型桃孙 是出自那个人之手 那个人到底是谁 因为在全国范围内 只有他 能仿制出那么逼真的赢品 可是你知道吗 谁知道他活着 谁就得死 你是说 这个还活着的人 是夏淫 对 就是他 不可能 你见过他吗 我没见过 可是根据仿制出来的 兽型桃孙来判断 就是出自夏淫之手 那有可能是他十年前 封造出来的 不会的 十年前 夏淫还没见过这个桃孙呢 怎么可能仿制呢 如果夏淫还活着 他真的活着的话 陈建国跟他有联系 那么可以断定 陈建国和夏淫 正在做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会伤害到某个人的利益 所以那个人 就必须要把陈建国干掉 断绝这件事情泄露的渠道 而那个人 只有一个 你说谁 有更能 不可能 绝对不会是更能的 绝对是的 夏淫当年是被他杀死的 还死得不明不白 还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 现在陈建国 他突然之间 可以找到死 复活的夏淫 还让他去仿造谷东 我知道 他们正在策划一件大事情 你说说 他们要对分谁 不会 绝对不可能陈庚龙 如果庚龙知道夏淫活着 他不可能跟我结婚的 不可能 这可能 绝对是陈庚龙 你想想 十年前在胡变 那具所谓夏淫的尸体 是他发现的 如果现在夏淫 他还活着的话 以前的尸体怎么解释 这个消息 绝不可以传出去 所以 他必须要 杀陈建国 还让你配合他一块做局 你想的太多了 绝对不会是更能 更能不会做出 这样的事情来的 陈庚龙 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 你这些分析 都是建立在 夏淫还活着的基础上 可是我们活着的人 谁又见到活着的夏淫呢 那你的古董鉴定 不会做吗 我有这个字细 谁呀 远航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这是干什么呀 老婆 爸 怎么回事 我听到外面有人 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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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看看外面怎么了 好 好的 叔 没人 喂 林乔 你马上到小区门口 对 马上 那个王林刚刚出去了 你盯着他 我马上就搭车跟上 好 快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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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你这次回来 包括你回来之前 所发生的事情 我明白 不可能不再提 提吧 小航 三月十九号 夏阴的祭祀 所有的事情 都发生在三月十九号 我就是再傻也能明白 这到底是为什么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你和我 没有人这么在乎夏阴 这是巧合吧 远航不要用这种态度 跟我说话 其他的事情 我可以不管 但这件事情 我必须提醒你 什么事情 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以前的时间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来经验 我都不管 但是不允许你 没些血运的安全 更不许对他不敬 明白吗 我不像你 像我 夏阴本来是我的女朋友 是你把她抢走 可是我告诉你 我不会抢走你现在这个老谋神算的老婆的 你妹 她跟夏阴相差太远 远航 我劝你不要胡说 我没胡说八道 薛云大嫂 一直希望夏阴死 什么意思 是你成就了这件事 让夏阴合理地死去 所以 她才会那么爱你 杨航 你喝多了 我建议你洗个澡清醒一下 我很清醒 包括我刚才去薛云房间的时候 我也很清醒 那好 我现在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不要再与薛云有任何的接触 不要让我为难 你认为我会喜欢那个老妖婆吗 别管你这是在侮辱我 别逼我好吗 龙哥哥 我二十年前 曾经跟你说过类似的话 我求你 放过夏阴 结果怎么样 那是两码事 什么 什么两码事 你抢我老婆 我叫我玩你老婆 这样才公平 蛋 你疯了 对 你的太阳正确 正确 这个太阳是对的 你以前干过什么 以后干什么 心里很清楚 很快这个谜 就会揭开 也好 对不起 我们再谈谈了 好好谈谈 好 别叫了 晚安 小段 明天的事安排好了吗 好 按计划进行 拜 爱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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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就到 大嫂 你很不守时啊 四哥 大嫂 约好了准时在这儿见面呢 你溜达到哪儿去了 没有 我只是随便出去找了找 你不知道我们的人一直在后边看着你呢 说说吧 怎么办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想想你的身份 想想你身上那点事 你能活得今天不错 我们大家还要替你背着 要是出了事 大家都得进局子 知道吗 对不起 远航她不是回来了吗 我想去看看 行了 别说了 黑子 动手吧 帮帮打扫 库哥在这吧 走 胡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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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走 吾火纯净 吾火纯净 那时的天很高 那时天真 那时梦想和梦想 是连歌相唱的歌 那时情很重 是一起的守住情深 当彼此在路上 默然挥手 才发现岁月流痕 那时天真 那时天很难 那时盛开的心事已凋零 在梦醒时分 梦醒时分 那时天真 那时心很重 那时熟悉的路上 不禁走走 陌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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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天真 那时天很难 那时天很难 陌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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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伤大人